光绪二年,慈禧下令重审此案, 死者隔屁年的棺材也被挖掘出来, 紧急运往京城。 为了确保没人动手脚, 棺材每过一个周线都要夹贴一道封条, 与此同时, 杨乃乌与小白菜也被押往京城。 光绪二年十二月, 刑部大审后, 案情越来越明朗, 所有的一团都聚焦在同一个问题上, 小白菜的帐篷格品人, 竟然是正常病毒, 张出无作的一针, 又为何会在他的喉咙里测出毒来? 为了解开百姓心中的疑问, 官府公开举行了一场, 省势浩大的开关艳势。 当庭审问刘西彤, 为何篡改证词买通证人的时候, 他前言不搭后语, 几度咆哮, 滑稽至极, 我想这狗鸡跳墙的时候, 也就这副模样吧。 不可能, 不可能, 当时武作验尸的时候, 银针是黑色的, 很多人都看见了。 验尸的银针, 必须经过造脚水多次擦洗, 刘西彤一听说革品连是中途而死, 眼睛立马就亮了, 他一心想借此事报复杨乃武, 哪里还管得上, 这银针有没有经过造脚水的擦洗? 为了保证准确性和权威性, 刑部特别请出有着61年验尸经验的武作, 亲自动手, 先后两轮验尸后, 最后正知, 死者的牙齿及喉骨, 结成黄白色, 无毒, 有一年, 其正常病毒。 持续了近四年之久的杨奈吴玉小白菜案, 最终真相大白, 于杭志县刘习童被发给飞龙江, 中途因急火攻心, 吐血而亡, 他的儿子在一些官员的包庇下侥幸脱罪, 与此案相关的浙江巡抚, 浙江学台, 杭州支付等百余官员, 被隔出顶带花铃, 重军或茶办, 至此, 一场千古冤案, 终于落下了一幕。 我没有进大牢的时候, 他们都说我这样的好。 可当我走出大牢的时候, 我随意了一下, 杨奈先生家人接台的时候, 他们抱在一起, 一起哭, 一起笑。 可是我的心事, 没有一个人能够分析, 一切都可以忘记, 在一起。 我会否跟他们一起, 只能不在一起, 拖叫他们, 在一起, 一个人能够分析, 就是这种不一样的改善器, 正厭点掌复职啊, , 到时候, 也一起残怒种顶挤。